退休工资有点少 再找一个踢不过点的 一个月两千块钱吧 一个月两千块钱 我有点接受不了 这不是搞得上 这是找养老地儿 大妈相亲只为钱 要大爷每个月给两千零花钱 大爷你这不是来相亲 你是让我给你养老啊 今天来相亲的是刘大爷 大爷今年六十岁 丧欧月收入四千元 住房面积六十平 看到红娘到来 大爷也是赶忙热情的招待 哎呀水果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你们是贵宾的呢 好好好 哎呀这小 这小橙子给我们切的 真是啊 虽然大爷是一个人生活 这家里却收拾的相当干净 因为家庭教育受母亲的影响 大爷这每天都要打扫一店房间 天天都要收拾 每天收拾一遍 一个星期一遍 大倒出去 这么一瞅 大爷那还真是个会过日子的好男人啊 大爷平时喜欢喝酒 这不家里到处都是酒坛子 还有酒 到处是酒 这个卧室酒 这屋酒 厨房还有酒 喝啥 酒放这么多地方 我喜欢喝酒 走哪儿就随便的 就非常方便 你瞅瞅大爷这品酒路线设计的 合理又方便 看得出大爷这把家庭生活规划的还不错 别看大爷的屋子 不大只有六十多瓶 但是到处都是宝贝啊 好家伙 大爷这一屋子全是乐器 而且每一件都价值不菲 就这些乐器怕是比这套房子还贵吧 说着大爷就在现场给红娘露了一手 因为大爷年轻时就是国家文工团的 结果没干几年文工团就倒闭了 在文工团解体之后 大爷就开始自谋胜入 以前的爱好就变成了大爷现在的谋生手段 靠着教学生学习乐器 大爷每个月已有四千多的收入 而大爷之所以和艺术结缘 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受到了打击 2003年至2005年 这两年我这公司下边一个工程处 被一个深圳来这么一个人承包了 李建民在我这块承包期到了之后 他把所有的钱包括我们的钱 一共是一千五百万承包 原来在文工团解体之后 刘大爷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本来干的挺有声有色的 结果却遇到了朋友欺骗 而后大爷就开始了 用一夜养家糊口的日子 亲人的离开事业上的重创 让大爷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情绪中 大爷说趁着自己还年轻 就想着再找个老伴 下面就来听听大爷的择偶要求吧 我不邀请你怎么样啊 严格过得去 身高别太矮 体型让我喜欢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孙大妈 大妈今年55岁 丧偶退休金1000 住房面积50平 要前年照 哎呀 孙大妈这爽朗的笑声 一下子就把红娘给感染到了 哎臭美 哎打扮是大妈对自己的评价 这不 大妈就向红娘展示起了自己平时最爱穿的旗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大妈这爽朗的笑声感染到 大妈说自己之所以活得这么洒脱 都是因为之前老伴给宠的 他今年5月份走了 很突然 嗯 他是2月过年前查出来的 嗯 嗯 完了 查出来这晚上查出来就是晚期 看老了手术了 手术了 一个多月就不行了 完了我爸也是今年没的 你说 完了你说我爸刚过完白天 他又走 这一年两个深爱我的男人全在 一年那两个深爱大妈的男人相继去世 这给孙大妈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就连工作也没有心情继续干下去了 明天接受不了 所以我9月份我就不干了 不上班了 一直在上班 大妈原本退休后打了一份工 后来因为单位搬远了 再加上父亲和丈夫的相继去世给大妈带来的打击 所以大妈选择了辞职 而在丈夫去世后这大半年里 孙大妈这心情是一直都不好 于是在闺女的鼓励之下 大妈决定再找个老伴 下面就来听听大妈的择偶要求吧 听完了孙大妈的择偶标准 红娘就带着大妈来到了刘大爷家 对于今天的相亲大爷也是相当的重视 为了今天的相亲大爷 特意把儿子叫来帮忙做饭 我儿子回来了 这来的挺迪士 这要回来给做饭来了 那边大爷的儿子忙活起了做饭 这边大爷带着大妈参观起了房间 带着大妈简单参观完自己的工作室 大爷又交代了儿子一遍今天的菜谱 交代完后 大爷大妈终于是坐下聊了起来 一番了解过后 双方逗逗彼此都有不满意的地方 这边摟壳还都可以 它这种类型就是外向型 跟我之前那老公结缘不一样 那是喜欢这种吗 对 喜欢这种外向的 但是就有一点 它没有退休间就是有点不太和我心愿 扇揉的这个没问题 至少颜值得 咱不说太高啊 得过得去 我得能拿出手 红娘说这只是初步的印象 来都来了 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看看能不能擦出什么火花来 这不聊到音乐时 大妈也很是喜欢 咱们是舞端 呆了八年 这一年一直做这个 你喜欢吗 我也喜欢这个文艺 平时在家看电视 我就看那个音乐台 最爱听那个萨克斯曲回家 两人也是越浪越和拍 听到大妈想听的曲子后 虽然不是太熟练 但是大妈既然提出来了 就算是吹得不好也要满足 一首曲子吹完 两人又接着聊了起来 正当红娘以为今天的相亲快要成功时 大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却让今天的相亲陷入了僵局 退休工资有点少 所以说再找一个能替补我点呗 一个月两千块钱吧 你说一月给你两千块钱 这个我做不到 一月两千块钱 我有点接受不了 这就不是搞得上 这是找养老地 对于大妈提出了结婚后 每个月要两千的零花钱后 大爷表示自己肯定是不能答应的 这不是找老伴 这是想找个人帮他养老啊 看到大爷不同意 大妈赶紧表示这就是一个考验 我这两千块钱吗 你给我也行 不给我也可以 其实就考验考验 但是大爷还是觉得两人不合适 第一段相亲失败后 红娘又赶紧找到了赵大妈 大妈今年57岁 离异月收入肉千 住房面积九十平 说起大妈和大爷 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看我那个酒瓶 你要喝点水 我生活老好了 你知道我这个酒是鹿绒泡的 就是鲜鹿绒泡的酒 而且不光这一点像 在大爷擅长的一个方面 大妈也很擅长 就连大妈的儿子都说 大妈是邓丽君的粉丝 说着大妈就给红娘在现场唱了一段 你酒家咖啡 我只要喝一杯 还别说 大妈这唱的还真不错 俩人不仅爱好相同 就连择偶观都差不多 眼看自己就要退休了 大妈就想着找个兴趣相投的老伴 找一个能谈得来的吧 懂生活的吧 最起码不是那种 我就指着你怎么怎么的 就是两个人互相的 有个互相 人家说到老了 互相取暖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红娘就带着大爷来了 这不 俩人才刚见面 大妈就带着大爷参观了房子 顺便还参观了大妈的酒坛子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两个人都喜欢喝酒 屋子里还都放了三盘酒 参观完房间后 两人就聊起了感情经历 经过这小段时间的交流 大妈觉得大爷很不错 但是大爷却还是有些顾虑 还挺好的 感觉还不错 他是搞文艺的出身 是不是 但瞅着还比较稳重 好在大爷说演员不是太重要 毕竟两人在一起主要识看性格 接着俩人又聊起了爱好 我喜欢音乐 音乐我就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喜欢 再就是你也是你爱好 你愿意喝点小酒 还别说俩人还挺合拍的 大爷当即提议俩人合作一首曲的 可能是有些紧张 两人合作表演的并不太完美 但是却加深了两人的感情 接下来 大爷又主动聊起了两人以后的经济问题 你的工资你自己支配 我负责深喝拉萨碎 我挺喜欢男人的这种气场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担当 大爷的一番话让大妈很是满意 而大妈的气质和丧观 也让大爷很满意 虽说兴趣爱好和性格都很合拍 但是大爷却始终觉得演员有些差 这让大爷很纠结 层次不错 我喜欢他哪呢 他这层次文化知识 刚才说自己这个独立性这方面 我比较喜欢 但是光喜欢这么有本 就是演员勉强不了 好像他对我不是那种 他好像 我给我感觉 好像他们搞艺术这类的人 应该是追求那种非常时尚的 不像是我这类的人 一边的大妈也察觉到了大爷的不满意 但是大爷最后还是决定 先从朋友做起试着了解一下 本期视频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